我們真的想要趕快把那個錢還清嘛 大家應該也都看了很膩的和弦四家 還沒下檔嘛 希望可以用錢進化一下人心 他之前有收到款項 他一直都說他沒有收到 那我們真的也很困擾 因為各說各話 大家觀眾也會覺得就是羅生門嘛 所以我們這次才會覺得說 那就是用現金的方式 在他在大家面前 那大家都知道都可以做檢證 所以我們還是別人的這個 因為這樣我們才知道 不好意思 我們來確認一下 你這樣就好了 今天就是我們先前就有公告說主要的是我們三點想要約我們的那個債權人在這邊當面可以交付給他現金嘛 然後把我們的那個債務都償清這樣清償完成 對啊 可是現在好像還沒有看到人 現在三點整了對不對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因為我跟他剛好我有對他提告 然後剛好這次應該算是第三還是第四次開庭了 然後希望他可以出席 我是告他那個妨害名譽 因為他之前說我是小偷嘛 偷他的病例什麼的 然後他一直說他有那個證據可以證明我是小偷 所以我還想說就是不知道他會不會拿出證據來 沒有他一直說他有很多證據但是最後都沒有 就是對啊 每一次開庭都是這樣 每次都沒有證據 對對對 所以就主要是為了這兩件事情 但是最重要是因為我們真的很想要趕快把那個錢還清嘛 對啊不然的話大家應該也都看了很膩的和弦四家 還沒下檔嗎 希望可以用錢進化一下人心啊 對啊 那就是算吵得蠻激烈的嘛 那今天會不會想說碰到的時候會有點尷尬 也不會其實也沒有吵 對啊就是噹一噹而已 嗯 耶 對 不要再浪費 不想要再浪費力氣口水 這樣給大家看啦 對啊 對啊這樣很無聊耶 耶 因為我們都當爸爸媽媽了 嗯 說他要出國 那是不是他就等於白名說他今天不會出現 他說的是24號以前嘛 那今天23號啊 那因為今天本來就是要開庭 所以李當他今天本來也應該就要出現 想要 所以我們比較貼心跳在同一天 想說這樣也比較不麻煩 還要分不同天去處理事情 嗯 對啊 也按照他的要求嘛 他出國前要把錢還他嘛 對啊 那我們也都有做到啊 對啊 而且因為其實也不是說匯款給他就結束了 因為其實程序上就是一定要簽那個清償的證明書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把這個案子 就是清償證明書遞交給法院 跟遞交給那個國稅局證明說這個案子已經結束了 所以也不會說就是會砍給他 然後他人在國外 但是這件事情還沒結束 對 也以免日後他錢敗光了又再來亂這樣 對 所以你們錢大家身上嗎 哦大家身上 我們大家身上 對 不是這件事情到很久了 然後我們希望就是可以 就是讓大家都幫忙見證這件事情 然後就不要說就是還有日後還有什麼紛爭 或者是他覺得說他沒有收到錢 或者是款項不齊全 因為避免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才會決定說 就是用現金來處理跟解決 因為 其實說真的他之前有收到款項 他一直都說他沒有收到 那我們真的也很困擾 因為各說各話 大家觀眾也會覺得就羅生們嘛 就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 到底是怎麼樣也不清楚 所以我們這次才會覺得說 那就是用現金的方式 大家都是在他在大家面前 那大家都知道都可以做檢證 一百萬就這樣 這是一百萬 一百萬就這樣 總金額是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幾 四萬 八千 八千六 呃 想像是等一下看一下 對 等一下看一下 八千八百 八千八百六十一塊 對 一毛不差 一毛不差 對 然後這邊是一百三十四萬 對啊 再賺就有啦 錢再賺就有 對啊 沒有關係 努力賺錢就有 快點把這事情解決 對啊 對對對 對